我們之前講到關於這個等加速度的一個非常奇怪的公司 就是v等於v00分加2s 那這個公司呢基本上很難記啊 其實也可以不用這個公司就把問題解開 因為呢你知道它的位置 然後加速度瞬間 然後呢因為你是一個加速度運動 所以你現在想要知道到底花多少時間呢 你就把s除以平均速度 那就會等於s除以一開始的速度 再加上最後的速度再除以2 把它移上來呢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就是經過的時間 你現在呢譬如說呢你現在不知道加速度多少你想要算 加速度的話你就把v減掉v0 再除以經過的時間 再除以經過的時間 那就是2s 再除以平均速度 那你這個以上 這就等於加速度 然後你就瞬間就發現 就馬上導出我剛剛講的一模一樣的公司 所以呢我上次 用代速方法去解開這個公司 其實都是輔助你們的 其實呢 平常考試解題的時候 你用你最基本的觀點就可以把它解出來 完全不用被任何公司 然後呢我現在要介紹一下這個 就是關於2次 關於我們要解1元2次方形式 跟等加速度的運動之間呢 有一個算有趣的觀點 因為我們都知道等加速度呢 你把它畫在XT圖上面 它會是一個拋物性的形狀 如果你一開始呢是在原點那往上看 你這個形狀 那如果你一開始 從某一個XT圖上面 那就會是這個形狀 那有可能往左邊或右邊便宜 那你看到這個拋物性的時候 我們就突然想到呢 欸我們國中的時候 在解決1元2次的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處理的也就是這個拋物性的跟 跟X軸 現在我們是T軸的這個焦點 那你說會不會用剛才學到這個V等於V0 這個一而二次蠻小的 所以我們這個想法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今天比較一下 我們剛才T軸學的這個總教速度 是X等於VN平方 加VT加X 那這邊V是處處多的 我叫我目前為V0 這比較一下我想要解的方程式 0等於αT平方加VT加2 我們要怎麼樣呢 那兩個方程變成同樣的東西 那很簡單 我們就把這邊T移過來 把這個X移過來 然後這個方程式的這邊 0等於2等於AT平方 加VT加X等於AT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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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稍微比較了解說 就知道這個α就等於2分之1A β就等於V 加V就等於AT平方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解除呢 在什麼時候會讓這個等式變成 或者說呢 我們給定了 這是我們已經給定了 現在看到一個位置 我們要怎麼去求出這個 我們要怎麼用我們引擎的資訊呢 去求出 在什麼時候呢 右邊的東西 或者左邊的東西呢 仔細觀察一下這個字子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也就是說T等於0的時候 那V0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是在X0減掉X等於A 那就 這個這一塊就是0 X0減掉X 我們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呢 這個就是一開始的 和最後的位置的差距 那所以這個X0減掉X就是Pulse 所以我們就有帶入剛才的公式 我們已經知道了 因為這三個都是已經可以給定 所以我們把2A代入去 2A S就是X 那V0是什麼呢 V0也是我們用的 所以V0就是V0 那V呢 我們知道它是V加AT 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等式 來求出T呢 那我們把公式代入去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減掉這個平方 然後等於這個平方 所以得到V0平方 減掉V0加AT的平方 會等於2A 再乘以X-Xxx 那得到了這個公式之後呢 我們觀察一下 我們現在要求提議嘛 那我們就把V0移過 再乘以一個負號 然後 再開個號 再把AT剪掉 再把B0剪掉 然后再除以A 这样我们就得处理了 而且因为这个地方会有正乎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公司 带到这个地方 我刚才有点比误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2A X加X0 所以呢 你这样子算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把右边的东西带过去 下面 这个A就是等于 2分Z就等于 A就等于2 然后 Beta就等于0 所以我们把Beta 这个B0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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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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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变化成一个我们会解的东西 我们会解的什么 我们会解的是譬如x加s1对于s2 那se和s2都是一个比较数 像这样的方程式 还有什么我们会解这样的方式 x 平方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可以把它解出来 x 正部 跟 正号 因为我们会解这两种方程式 却不会解这个一元二次的方程式 所以我们这样想办法 把原本的方程式经由一个变换 变成别的x 把x 变成其他的一元 那我们等一下用x加s就是再变化 那我们把它变化变成一个新的时候 那假如这个方程式可以变成我们熟悉的形式 那我们就解除x'之后 我们再把它变化回去 透过加s我们把它变化到x' 那透过解释我们可以把它再变化回去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x加s等于x'是我们会解的 那我们就可以解释 反过来说我们就可以用x'去决定x 所以我们试试看要怎么样才能够 这个方程式变成我们 如果质量中间这个的话 我们就把d移到右边去 然后再把a除下来 那我们就会解这个方程式 所以最好我们要干掉就是中间这一项 我们看看要怎么样才能够干掉中间这一项 我们把x加s变成一个新的x' 那我们x'就等于2 这样的路程 好平方 再加上b 一样 再加上b 再加上b 把它稍微做化解释 就发现它会等于a x'平方 加上b -2s x' 加上b -b -s-b -b 再 -s'平方 你会说 诶 这个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想要干掉中间的东西 让这个成为我们熟悉的形式 那最好就令b-2s 等于2 这个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去找出s的形式 s就等于b再除以2a 那我們現在把它帶回去看看會馬上什麼事情 現在接下來呢 s 等於 b 除以 2a 那就變成 a x 5 平方 加 0 加 7 減 b 平方 除以 2a 減 b 平方 除以 4a 那 就變成只有2下還有最後1下 就得 成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根移到右邊去 然後呢再把 a 除過來 再開根號 就得到 x 5 那這把 x 5 減掉 x 就得到原本的 x 用這種方法呢也是可以 解除二次方法 這個方法最好的呢就是呢 你具有推管的價值 沒有推管價值的數學問題不是一個好問題 如果呢我們可以用這種變化方式的話 去嘗試解決更高次的方程式 那就非常好 那在三次方程式的時候呢 一開始解決三次方程式的時候 最早也是用幾何的方法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 複數的觀念 所以要分成幾何直觀的觀點 並且 要三次方程式去討論 那有了複數的觀點之後呢 你就可以完全用代數的觀點去討論 那並且呢 你把這個三次方程式做一個變換之後 你就可以把三次方程式裡面的二次的那個像把它消掉 那就簡化成這個三次方程式 比較沒有那麼複雜的形式 雖然到現在我們這個還是不會停 但是呢問題已經講了很多 那到時候公司也會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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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